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有個充電器耶 不錯不錯 怎麼關起來了 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一件作品它其實是延續去年各展的一個作品 然後那個時候它基本上上一次的設定是 當你手機被關上放電的時候 裝置上面會有個螢幕 它會開始播網路上面隨便找的影片給你看 然後你要把影片看完 它盒子才會打開把手機還你 直到這次要在北美館的空間做展覽 那個時候有思考到 因為是狹長的空間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在想 如果我讓它簡單一點 只是去做一個倒數 就是可能關個十分鐘 十幾分鐘 然後會有什麼樣的方式去做 就是有多個路口 然後是讓觀眾 因為他們這個行為 把手機被關起來 然後去影響很多不同路口的開關這樣 展覽的空間 基本上你的進出是由 觀眾自己非常隨機 或者是機率性的去決定 每一個觀眾他們的關係之間 跟他們本來不認識 然後在同一個空間裡 然後因為要把平常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被關起來一陣子 然後又會影響到別人這樣 Cube這個作品 基本上是探討很多東西 可能它隨時都是在變動的 然後只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真的去理解 或是發現它 你可能也不覺得它是有一個變化性 用一個很簡單的幾何物件 然後把它做得有點類似像 123木頭人這樣 就是它是去追蹤人 上肢跟臉的方向 然後去取決於 就是當它覺得你是在注意它的 它就不會移動 然後當你可能 就是離開它的視野範圍 它Cube就會開始旋轉這樣 你可能轉過頭來的時候 它是停著 然後可是你轉身 然後移動的時候 它是偷偷在動這樣 一直以來都覺得 就比如說想像力也很重要 那我一直覺得 那到底有什麼方法是可以強迫別人 去想像一些事情這樣 如果是用手機的簡訊 或者是傳MMS 有含圖片的內容的話 或許是個有趣的方式去做作品 所以才有了那個作品 然後它的名稱是Sandbox 這樣子的作法 基本上我只是想要用一個 比較激進的方式 然後讓觀眾能夠 有點被扮強迫似的去想像 或是思考一個不存在於現場的作品 用他們的想像 一定是跟他們自己的 自己本身的感官經驗更有關係 所以他們可能會拼湊出一個其他的事情這樣 我最近在做 是跟蝴蝶有關的 我想要做一個裝置 然後它也是通常在天花板 然後只是說那個東西是透明的 然後到最後我想到它的形狀就是 有點像蝴蝶的翅膀 然後它很薄 培養到一定程度凝固之後 就是會有一個機械是把它打下來 所以它就會再從天上慢慢的落下 擔心 所以它應該很難看 啦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